小姐 我看这件裙子 就是为你这样的名媛 专门打造的 给我包起来 好嘞 这条裙子是我们先要的 我说你们二位就别装了 这可不是地摊上 五十块钱一条的裙子 你们根本买不起 这样吧二哥 这条裙子 如果你们买得起 我就让给这个傻子 如果你们买不起 我也不为难你们 就让这个傻子 当着我的面 把他吃了 周晴 他和你嫂子别太过分 好 我同意 不过小晴妹妹 打赌要公平 如果我们买得起 你也要把这根苦瓜吃掉 这傻子还没傻到家 行 我答应你 哎呦很抱歉先生 您这几张银行卡里的总额加起来 也只有两万块钱 怎么可能 我刚发了三十万的工资和脚尽啊 再给你妈抽点钱过来 我今天手机 真的有点差 妈 我的工资 我打牌用了 全当你孝敬妈的啊 赶紧给妈站动十万 我还忙着呢 挂了啊 猫 喂 大傻子 我可不是为难你啊 愿懂无数 小晴 这苦瓜 我替你早就吃了 等会儿 我等还有一张看 淼淼 这钱 不够的 哈哈 大傻子 你怕不是连五十万是多少都不知道吧 就算我哥每个月给你的几百块零花钱 你都损起来 还是不够 够不够的 刷下看你就知道 我收盘到账 什么 怎么可能 淼淼 你的钱哪来的呀 我大学炒股的时候挣的 本来以为卡丢了 前天打扫卫生卫生 在床底下发现 淼淼 你的记忆恢复了 完了 忘了我现在是个傻子了 淼淼 你的记忆恢复了 那天撞在茶几上的时候 突然想起来一些事 不过还有好多事情 我没想起来 没事 慢慢想起来就好了 周晴妹妹 愿赌服输 晓晴 是你下的赌服 你们 给我等着 还有一根哦 淼淼 淼淼 算了毕竟小情是咱们堂妹 一白我听你的 小情记住 以后对你嫂子客气 你 算了一白我们也回家去 好 你 你 你这傻子 既然花我儿子五十万 买了这条裙子 要不然小情跟我打电话 我还忙在鼓里呢 妈 那是淼淼自己的钱买的 什么她的钱 你们结婚以后 她的钱就是你的钱 你的银行卡呢 给我拿出来 快点 拿来吧你 这卡里还有多少钱 还有五十万 你钱拿是我儿子孝敬我的 妈 你别这样 我的钱你说了也就算了 你是淼淼的钱 您别这样 你不说还好 你一说呀 我的气又不打一处来 自从你起了这个傻子呀 我的手气呀就一直很臭 你呀 明天赶紧跟他扫把星离婚啊 你一个老太婆 不就是想要钱吗 妈 这钱是我送给你的 你拿去花 你不要让一白跟我离婚 一白 你也听明白了吧 这是她自愿送给我的 你也没话说了吧 妈 你 杨太太 今天下午没玩够 今天晚上继续戳几把了 阿九 一会儿我去集团楼下找你 集团的事安排的怎么样了 小姐 集团总部高管已经全部到位 明天就能正常办公 好 对了 你再给我一张卡 小姐 是不是黑卡里的一亿零花钱不够花 不是 是我婆婆拿走了 黑卡里留下五十万 剩余的钱都转出来 好的小姐 小姐 这是一张百亿黑卡 和本地所有知名会所的联名VIP卡 方便你随时使用 正好 我也该去会会我那帮老同学了 还有啥找不着的 你像那事要来那找不着吧 闺女们来这么早啊 哟 听说姜淼淼出车后成了傻子 这也看不出来吗 是啊 这一定是个谣言 姜淼淼可任我们班当年的班花一学霸呀 哟 这姜淼淼穿上五十万的裙子 是不太像傻子了 哇 小兵 你好聪明啊 你怎么知道我老公公买了五十万的裙子 姜淼淼你故意的吧 淼淼 好久不见 我记得当初安然同学可是一直单念江淼淼 甚至江淼淼结婚当天还远近美国 现在你怎么突然回来了 哎呀看我二哥快与那个傻子离婚了 回来捡漏呗 周晴 不会说话就必闯 我回来是因为我们公司搬回了国内 安然 你现在在哪高就啊 谈不上高就 我只是在牧尾集团搞研发 安然 你就不要谦虚了 我听说 你现在是牧尾集团的研发经理 研发经理 天哪 阿九怎么不提前告诉我啊 这可千万不能露馅啊 安然 听说你们公司要拿出一个亿去投资新能源和科技创新行业 是啊 我们公司不仅做研发还搞投资 各位手头上若是有相关的项目 可以参与我们公司下周的竞标 一白你可以去试一试 我相信以你的能力一定能拿到投资的 江淼淼 你让一白去情敌公司竞标他能中标吗 你是真傻还是假傻啊 他一定能中标的 哼 我们打赌 好 赌什么 如果一白没有中标 那你就来牧尾集团应聘保健员怎么样 我同意 不过如果一白中标了 那你就不能再出一圈以下 也不能要求他自己结婚 好 哎呀 老同学好不容易见一次 咱们边吃边聊 小彪 小彪 你放心 我会帮你的 来来来大家好久不见 让我们干一杯吧 哎 小彪你干嘛 对不起喽 我又不是故意的 早不得去洗一下 什么 好好好 我这里回去 什么厉害 妈跟我说他身体不舒服 让我回去一趟 哎 那我跟进去去 不用了 我自己去 小晴 你最好的回去 哎呀二哥你快走吧 那傻子一个人去厕所 怕这些男女厕所都分不清吧 是啊阿然 你还不快去看看 那我去看看 美女 你讲得不错吧 走 给哥哥喝两杯去 快点 快点